您现在收看的是 巴森电视台 文化城如果没有包括艺术在里面的话 就缺乏一个内涵的文化城 所以说从这边怎么看到巴森的艺术 或者音乐的发展 巴森音乐 巴森歌业节的推动 至今从1974年到京阶三十年没有间断的在推动 这个是巴森相团也好 巴森人民 或者巴森这个 虽然我们刚才所见到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细胞 每个人都有这个音乐的细胞 就是说有没有被发掘出来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音乐细胞 所以我不懂音乐 不过其实你跟着音乐和你也会跳 你也会欣赏 所以是有的 这个细胞是存在我们的 我们艺术细胞 包括音乐的细胞 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一定有存在的 就是说 看什么时候被发掘出来 所以说 发生隔一节呢 就不断的 就是在这方面努力 所以也是希望呢 它就是造成了这个发生文化的一份 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过去的话呢 就好像说 刚才提到这个 楊三八的这个西纯三年华 过去这个活动 所以今天三年华为什么这样成功 所以说隔一节的话呢 我想我们也应该在这边的话呢 去深入探讨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高唱 艺术歌曲 而带动不到一般的市民 所以说希望是说 我们也在这边的话呢 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这个艺术跟这个商业 金钱不要挂钩 然后我们就好像 每年都是新的开始 我们没有这个延续的这个工作 今天是很好的 这个一个开始是 创造这个发生創意节 也叫做神明化博士 创新大学计划的话呢 希望说 要我们通过不同的媒体 能够去做 再把各界 另一个层面的这个宣传 然后可能能够带动 年轻的一代 来这个参与隔夜界 然后给予我们的新的推动力 所以说 巴胜这个文化呢 在各方面里面 的确是 是可以呈上一个文化城 但的确呢 就是说 放下足够的这个心思呢 好像说这个 是能够呢 带出一个新的一个商品 所以说 的确我们希望说 今天的这个 作团会过后呢 跟这个宣传出去的话呢 我们隔夜界的这个 全体的这个工委呢 因为我们是有 20多个青年组织 加上 音乐的组织呢 联合起来 做这个活动 所以说 所以说 希望把这样的一个 通常学院宿所 今天没有找到 全部的联办团会过来 不过希望这个信息 通过 上报的这个 这个媒体再出去的话呢 能够让全体的这个 发生隔夜界的 这个工会呢 能够得到公司 然后我们可能 过后我们 隔夜界的作团会 可能要做另外 四类的这个作团会的话呢 可能要请 请到博士来 再给我们 这方面的这个 一个带动 让大家 先找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7点 一个8块 然后呢 肯定的 从那开始到 发生隔夜界的 我希望是 另外一个 更好的一个 发展 最终的 贡献在这个 发生的这个 文化的这个 工作 好 谢谢